朋友们好,很高兴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,现在。 迪丽热巴携新剧来袭,男主是70后前例老将,看阵容热剧没跑了。 在娱乐圈里拼搏,不能因为暂时的挫折,从此一蹶不振,这样只会让他从巅峰跌落谷底,从此消失在大众视线之内。 这种情况只在少数几个人身上发生,绝大多数亿人面对困难,从来不会选择屈服。 迪丽热巴是一位相当优秀的女星,在她身上有着诸多标签。 说起她携带一部新剧《公诉精英来袭》,与她合作的男主角,是70后前例老将,看到演员阵容,被认为热播剧没跑了。 有一句话叫做,人活着就应该拼命。 越努力的人越幸运,不经意之间带来更多资源。 某些已经混到一定境界的明星,他们在努力奋斗的同时,心里依旧有一根弦紧绷着,无法放松。 毕竟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,直接影响到她在圈子里的声望。 众人眼中的迪丽热巴,被夸赞为女神级别,不仅拥有出众的相貌,演技高深莫测,展现出来的人物有神韵,几乎能被她完全掩活。 有没有发现,有些艺人只要稍微松懈一点,就会被打回原形,前面付出的一些成果付出都没有。 无论多么洪祸的艺人,想获得更多观众的拥抱,他们随时准备着,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未知的挑战,才能够变得越来越优秀。 自从了解迪丽热巴,再次为大家带来一部新剧《公诉精英》。 与她合作的男主爵士一位潜力老将,仅仅看到这些,被大家认为,再怎么忙也一定要追。 那些顶尖艺人,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都处于最佳状态,带来任何一部作品都能获得大家喜欢。 收获相当高的收视率,因为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,各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,无论是目前和幕后,包括导演还有剧组的实力,都会影响到一部作品的质量。 作为大家心目中的女神迪丽热巴,展现出来的风格出神入化,每一个人物的细节,被她描述得栩栩如生,总会给观众带来一份满意的答卷。 观众对作品评价的好坏,亦或是演员的演艺风格,以及剧组的拍摄质量等,这几乎决定着作品的成败。 如果剧情表现不佳或是缺乏看点,那么,即便演员本身的实力再强,观众也只会认为作品不过而而。 但如果作品演技超群,那么即使是不懂行的人,看着作品,也是一种享受。 公诉精英剧组爆料了更多信息,男主被夸70后前例老将,他就是佟大为,也是资深老戏骨。 寻找适合的演员参与一部作品,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流程。 这就是为什么,许多作品还没有播出的情况之下,就会引发轰动效应,并且随着话题量的增长,成为了一部未播鲜火的作品,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。 此次爆料的剧本,无论从剧情的角度上来讲,还是从整体的布局和氛围来讲,比较适合同大为参与进来,凭借他的能力,能够轻松塑造出一个观众十分喜欢的角色。 有些看似非常简单的角色,如果没有经过大量时间磨练演技,也是很难把握住一个角色的精髓,呈现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。 无论在何种环境下,不能忽略任何细节,极有可能因为此次疏忽,从而影响整部作品的节奏,或者收获可喜成绩。 看好迪丽热吧,携手70后潜力老将,一起出演一部大制作,紧紧看到演员阵容,被认为热播剧,你的想法是什么样的?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